我是吐司,今天我要來破傳戰世界紀錄 從簡單到困難,總共8個 我究竟有沒有辦法全部破完呢? 把影片看到最後揭曉 如果你能打破我的世界紀錄 也歡迎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傳這名影片 我會給你特別的身份組 群組連結就在底下說明欄 我們廢話不多說,開始第一個世界紀錄 OK我們這一場的 也就是今天的第一個挑戰就是最快喝下一瓶隱形藥水 那我們的隱形藥水當然就需要綠寶石 所以我們要快速到中島拿綠寶石 我怎麼講話不快的 總之就是要拿綠寶石買隱形藥水 OK有了 OK兩顆,OMG 快點買隱形藥水 隱形藥水 有,我們成功了 就要花了幾秒 喔 他好痛 OK我們這一場的 世界紀錄是最快速吃到一顆金蘋果 那我們就先背好 OK 呃 應該有破紀錄 我不知道 VC的最快紀錄是15.59秒 那我們就 看看後台怎麼形式吧 OK OK接下來這個世界紀錄是比較麻煩一點就是最快黑曜石全防禦 代表什麼?代表我們需要趕快到中島拿8顆綠寶石 然後換8個黑曜石把我們的家 我們的床用黑曜石守家守起來 OK我們 再挑戰一次 最快到 對 最快黑曜石全防禦 我們 我們 上十二個羊毛就出發 先解決這個灰堆 有人在干擾火隊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輕輕鬆鬆的買黑曜石 雖然我們床已經沒有了但是我們還是將就一下 OK 床在這邊 啊 床 Fuck OK 我們就1 2 OK Stop the Timer 我們成功選黑曜石全防禦 OK再來我們這個紀錄是最快買一把石劍 看好嘍 這招超屌 直接快速印了10個鐵就馬上買一把石劍 OK 我們現在就一把石劍了 那我們就下一個紀錄吧 然後接下來這個紀錄是最快買一把鐵劍 所以我們需要7個金錠 那我們就先在家裡慢慢蹲金錠吧 哇 白隊自鑽 快要有7個金錠了 快要有7個金錠了 OK 買到了 那我們有了鐵劍就下一個世界紀錄吧 OK 各位觀眾經過上面 OK 各位觀眾經過剛才的兩個世界紀錄 就知道這場我們要打的是最快賺劍世界紀錄 那很簡單就是4個綠寶石吧 好像是 對 當然了好像是4個綠寶石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紅隊是個大怒逼 我們趕快買一把鑽劍 OK 買到了 鑽劍一把 然後打 接下來的這個世界紀錄是 最快拿一根擊退棒棒打死一個人 所以我們需要5個金錠 然後 買一把擊退棒棒 不對 買一根擊退棒棒 OK 有 藍隊要過來了嗎 哇 這個藍隊在雷我啊 如果他快速過來的話我早就可以打到他了 哇 他還給我摔下去 天啊 看他要等他過來了 come here body 咚 拿 nice ok 我們用擊退棒打死藍隊了 ok 各位觀眾 接下來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世界紀錄挑戰 那就是最快拿一顆鑽石打死一個人 一個敵人 所以我們就簡單的先電到鑽島 相信敵隊也會電到鑽島 OK 他過來他過來 nice 拿鑽石打死一個人 yes let's go ok nice 那我們就結束今天的所有 結束所有的世界紀錄 那這一場我就 掰掰